所以我们这里不论怎么去擦 怎么去搓 怎么去浸酒精 它就是不会掉 谈起隐形眼镜 古王大立光执行长林恩平 比业务员还专业 进军隐形眼镜不是玩票 首创门市贩卖机 也成功打入大小通路 旗下品牌去年开始赚钱 今年更与药妆店联手 打造另一个隐形眼镜新品牌 放眼上市柜科技厂 接连推出自由品牌 瞄准两岸商机 从中国回来台湾设厂的 都针对美铜片这个部分做加强 因为在这个成长的力度上 美铜片的成长 比透明片的成长都要大很多 一大立光为例 除了在台湾销售 也已打入中国市场 透过阿里巴巴旗下 医疗电商平台贩售 更拿下中国品牌代工订单 而另一家代工厂合硕 靠着此公司金硕 打入四大眼镜品牌供应链 在一年超过2000亿的市场中 紧追金壳与金华光学 占上老三地位 勃勃一片 毛利可轻松破四成 成为台湾产业大黑马 没有近视的人也开始戴上 瞳孔片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它的市场在扩大了 这厂商的跨界 或厂商在这个跨主道医疗器材 这个部分 着眼的是在 这些产品的毛利率上面 当然要跟毛利相关联的 就是设备的折旧 跟费用相关 那当然这个利润好不好 这个也跟它是代工 还是自由品牌有关联 不再只是近视才需要佩戴 隐形眼镜几乎与时尚紧紧相连 目前娇生博士轮等四大品牌 依旧主打传统通路 而新兴品牌则在药妆店上架 科技厂抢商机 隐形眼镜战火 2020更上一层楼 3D新闻政府报道